我要直接将他 击杀 而不是跟他打发育,和平发育,不存在 这一盘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 先 躲到草丛 AJW 无所谓啊 给我点了,谁怕谁骂 吃个药,比细节 比不过 知道吗 这一波 我是给你们展示一下 一级鳄鱼,单挑 并不是很强 俗话说的好 一级船长,二级姓 三级鳄鱼,要你命 因为之后到了三级 我们的雷格顿,才是真正的王者 但是,我送了他一个人头 他回去补个常见,又补个药 他打我是不是把我吊打 对吧,把我吊打了 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兑现了 但是你们看一下 真正的高手 我是怎么把他打回来的 因为我现在的水平必须要达到一个王者水平,才能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懂了吧 从卡线开始 我现在直接被打扫 对不对 你看我是怎么打赢的 所以,我说真正的高手才能看得懂 我的呈现形式不一样 你看他神头归脸 他觉得他自己打得很好 砍我线 我根本不理你 你上了A的那一下兵 你就不可能再将我压制住了 他就已经做不到了 我小兵来了 一点都不 对吧 不着急 他二级无所谓 让他 对吧 让他 我吃经验值就好了呀 这样无所谓的呀 他只要露出一点破绽 我们就能抓 抽个钱 不要慌 这时候不要急 如果你在这样的劣势情况下 你马上说 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上去补刀 那你就崩了吧 对吧 因为对手 你要找到他的破绽 你才能在这种大劣势情况下 给他 翻盘 看我们是怎么翻的 你看打野又不来帮我 对不对 是不是雪上加霜 没错 是的 但是不重要 无所谓 他已经三级了 我才一级 对吧 好像看似我崩了 其实是崩了 无所谓的 你摸 任你摸 他的这种鸭子对我来说无效 因为他总会露出破绽 哎哎 洗个澡 听一下 你看看 多细啊 多细啊 哎 你看他觉得 被我打下去了 不行 高手就是高手 差距还是有的 高手就是高手 失误到我也失误到 你看 失误到我也失误到 对不对 我小兵多 但他装备比我好 我有闪弹 我这个时候再交 哎 细耍成功 给个信号 他这一波 恕我之言 看到没有 啊 虽然我没有输攻 但不重要 来 刷波上 让你知道什么叫躺营 让你知道什么叫躺营 好 挖皮死了 有野兄弟 人家有野 冲塔强杀 等一下 我把这个岩给你排了 你都不看了 你都不看了 来 冲塔强杀 哎 我才不会 睿智 睿智 好 挖手了 睿智 人头归属问题 游戏结束 我宣布游戏结束 撤兄弟 中路不见了 但我们视野很好 游戏结束 踏皮吃一吃 先来一个 鞋子 再来一个鞋子 他现在优势还是很大 优势还是很大 但没关系 我们鳄鱼被称之为万金油 知道什么叫万金油吗 就什么样的局势下 都可以 知道吗 都可以 就是因为我们的组合连招厉害 逃跑能力强 给他牌 不理他 黑怒蟹 溜了 没有脾气 他没有脾气 这个时候不要急着 他破绽很多 很多 等我等级到6之后 找机会秒他 救他 强攻触发 直接溜 这么坏血 并不亏 马上6 有点人 他7 无所谓 他打眼不在 准备找机会动他了 因为他可能要动我 我反杀 他的鸭子非常的不科学 很舒服 骗差 你看这么磨一磨 他就不行了 他没药了 等我一好 我就要找机会动他了 你看 他还摸我 他还敢摸我 他搞不清楚 他的 好 我一好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瞬间 放倒 打眼 再中 这一波 直接就给他全部打回来了 对吧 这波就直接给他全部打回来 还能再次打一只塔鞋 不在不在 哪也不在 哪也不在 原地回城 原地回城 很细啊 处理的相当完美 再买个真眼 并且压进去 补刀 反超 是不是突然觉得 有点东西 是吧 有一点东西 对不起 不是一点东西 是非常多的东西 我慢慢展示 我们先做好事 这个地方 可以来个 真蓝 打男 没有怒气的时候 尽量不要调皮 我也不跟你打 你可以打错 生徒归联 不要打 你要被包 我支援不了的 对吧 该让 该杀的时候 好 他拿了个头 但线很好 他炸了 这个线他炸了 他炸了 有什么可以 有什么可以 痛不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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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非常的 老 为什么说他非常老 你懂吗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这个 这波炸壶 正好挡掉 不然他炸了 他搞不清楚 没关系 好 你炸壶一波 你不可能炸壶第二波 对吧 来上轴了 怎么说 看得清楚 你还要来吗 我但是不出去 我都不相信你们敢冲塔强杀 你要知道我是雷格顿 雷格顿 前妻的霸主 像我现在血量少 无所谓 我先A整路线 炮车看能不能摸的 细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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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野 我不知道在不在 先给个视频 中路不在 不来就行 那我们就能扛得住 毕竟有大招 我先A路去 细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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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路了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看到没有 刮皮 他说刮皮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闹得都淌口水的内容 那我走了 你有闪我也有闪 你点燃没了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我会有路行 不要着急 他以为我回家了 哎 又想赚一波 你怎么办呢 你又怎么办呢 你又怎么办呢 再等我下一波 你怎么办呢 我等技能的 哎 小青年 心里有数了 知道自己错了 那我就放你一马 你怎么办呢 我等技能的 我等技能的 知道自己错了 就放你了 哦 你要是不知道自己错 那我可能叫你 向你击杀 我找他来 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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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了遮了 不得 领先,等级领先 战斧也做出来了 我们还是小优势 现在有了战斧了 我们能吸收他的手段更多了 冲上去的时候不要咬他 这个W冷酷不烈,一定要等他把 那个W放出来 我们E上去放任何招都可以 诶,出吧 诶,来呀,来呀 对吧,随便怎么打 中路不见了,这是个信号 我心里有数了 你怎么办 他这包上肯定就是队友来了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泰龙在哪 我们先走,小心泰龙 感觉不对劲 我嗅到了什么 我似乎嗅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泰龙在中 哦,那对不起 那对不起 兄弟 你发不清楚 一身都归脸 知道自己错了吧 知道自己错了吧 不知道是吧 那我就 吸口血 准备 你 虽然我又省了一包 但是不影响我C 从现在开始 一兵超 我拿出我真正的技术了 现在非常的严肃 谁都无法阻止我 这一盘超神 跑跑出发 先上一波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他又不是假的 大我无所谓吸口血 一段两段直接溜溜球 费拉基米尔赶到 走位走不起来 但是不亏 来个黑心 我的队似乎有点小了 最有发现的投降 你在开玩笑吗 投降的应该是对面 下去发育一波 推个下他 我有爆破 推得很快 爆走 很好 这一盘发挥的舞台很大 我喜欢这种局 把下塔给他推了先 下塔先推掉 小龙可团 这个塔现在不能推 现在不能推 对等一下 观察 现在要观察 导鼠在中 我看见了 太龙没走 假装走了 但并不走远 再绕回来 不要去 不要去 我观察 没人的日子 好 他去中了 他们现在 每个人的位置 我很清楚 这个死了也太 那个怎么了 好 他们打龙了 这个塔我先给他推掉 我不懂 你一个辅助来找我 有什么意义 意义在哪儿 意义在哪儿 我来兜一波 好像兜不到 第 Couple 我推了 对 确定 我来兜了 这次 我来兜 работает 又雷狗 趕快把他先把他打退了 队友能杀得这样 K头的事情不需要我 高手不需要人头 中路这波不能队 老鼠在 我们包一包这个太浪 好 非常好 他死了 他跑不掉了 这个人头我可以考虑收一局 往这边跑 死了我一条 我在这里拦截 拦截住我 来 这里有一个 喂 那你们不是 那你哪杀得了我 处理得非常好 虽然我的队友有点小了 但问题不大 全都给我 死 全都给我死 全都给我死 看到没有 为什么我一团战 就赢了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看上去好像我没什么功劳 但是我的拉扯牵扯 走位 伤害 包括 对吧 吸收伤害 做到极致 给我的 我不在 打了大龙 那到时候我去是来不及的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这波队友应该是打不掉 别秀 别别别快走 我的队友 马上有危险 好 十四的 来个黑线 哎 他们在这打大龙呢 打大龙快就 来 我有苗表 费拉基米亚可去骚扰 打大龙有点做死的 有点做死的 你们这个 哟 抢到龙了 对不起 八博游戏结束 我宣布 游戏结束 无敌 这一波我们的艾克第一大功 好 非常好 我们的游戏 对不起 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游戏 那是 第三个 我 知道 你 1700 出个装备先 反甲 反甲 来点防御装了 我要上去吸收伤害 我是前百 我15级 打完之后你们会很奇怪 我这个战绩居然是MVP 你都想不通 我不在 可能 危险 还可以 对面突袭不在 打不动我兄弟 你打不动我 想干什么 你打我 那你怎么打得动啊 我的回复能力非常强 消耗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我开个大招战斧一口就吸上来 加一个Q 他浪费了点燃浪费了大招 技能释放非常的不合理 继续推荐 别看我现在 队友打小龙龙龙 那行 我在中路卡住陷阱 我不会打架的 我队友不在 我不会打架的 拖住就行了 队友回家了 那我也溜了 不够 再说一波 再说一波 回去反商家 有秒表 有肉 我 接着 我 我 在 在 你 我 在 我 我 看到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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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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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叮咕闭口血反手一根刮怎么打轻轻松松就 团战零换舞对面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发现了吗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动鳄鱼的手 打了半天我还是蛮血 对吧 他们优势那么大,却被打成了0.5,就是因为所有的技能,伤害都打在了我的身上,然后呢,我还是满血,我的技能,伤害都打出来了,对吧,等于他们零输出,零输出,再来个复活奖,求杀,求杀, 然后,换我团推上,小心,我不在,他们已经,心态崩了,心态崩了,等我到,等我到,等我到, 我来吸收伤害,再见,那么肯定是要咬老鼠的,你往哪儿跑,你往哪儿跑,他只能等死,只能等死,这手卡位很重要,没有必要强杀, 这把爆破先不出发,爆破先不出发,因为没有小兵,伤害并不是很高,等小兵来啊, 对面,现在是慢性死亡,麻瓜,溜了,这太龙,打不动我的,我护甲太高了, 对面,现在是慢性死亡,麻瓜,溜了,这太龙,打不动我的,我护甲太高了, 都是AD输出,只有老鼠带一点真实伤害, 爆破出发, 偷是一个AD,没关系啊,没关系,我看他怎么说,我看你怎么办,来翻上来,兄弟,转角遇到,怎么从这边走了, 不要急,赶紧手蛤蟆,可以穿两段,蛤蟆出来就是他,哎呀,他就上了我头,你就开大了,那我不跟你打,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盲山落铁头你觉得, 感觉他并没有什么技术,我不跟你打,你怎么办呢,你看看,你看看,好,对面放弃了,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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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一波 询问这把我是躺赢还是最大功臣